歡迎各位亦有全面進場 在這一節 我們一起去跟進大陸方面的最新情況 有兩宗消息要和大家分享 第一宗消息 較早前 大陸通訊業分析師項立剛寫了一篇文章 他強烈批評 台積電在大陸擴充廠房 就是想打擊大陸本身的半導體產業 這篇文章得到了很廣泛的傳閱 不少的小粉紅 紛紛都對於這篇文章所說的東西推崇備致 不過在昨天 又有另一位專家出來對於這班人當頭棒喝 這位專家甚至還狠批看立剛的言論 是無知和危言聳聽 第二宗消息 全美國最大的基金巨頭先鋒集團 早兩天宣布要撤離中國 引起市場上巨大的震撼 在說之前 首先要呼籲各位有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謝謝大家的支持 我們先去看看 杭立剛那篇文章 大概是說什麼的 其實那篇文章 在上星期的時候 已經推出了 不過那時候我就沒有機會說到 約略說一下 那篇文章其實所持有的觀點 都是相當偏激的了 事源台積電在早前宣布了 江蘇南京的廠房 將會是擴產28納米的晶片製程 這位杭立剛就說了 台積電的擴充生產 目的就是為了以較便宜的價格 來打擊大陸的半導體企業 他還說到 台積電在5納米、3納米這些先進的製程 又不在大陸生產 而且還跑到美國那裏 做這些最先進的製程 他還說台積電在南京擴大生產 目的就是要將大陸半導體產業的 發展能力和空間都捏死了 對於大陸來說 是一件斷子絕孫的事 當然他用上了這麼激烈的言辭 來批判台積電 一定會引來一班小粉紅的 小腦條件反射式的亢奮 沒有的 因為有一班人看到 這個人好像很捍衛大陸的半導體行業 踢爆台積電在大陸擴充生產的真正目的 於是將他這篇文章不斷轉發 其實這位漢立剛 已經成功吸引到眼球 他是達到的效果 問題是到底他所說的這番話 到底是有沒有道理 在昨天 大陸有一家科技媒體深資訊發表了一篇文章 批評漢立剛的言論是無知 胡扯是危言耸聽 實情 台積電在南京擴充生產 將會投入的資金是28億美元 折合人民幣已經是過百億了 這項當然是非常大的投資項目 本身這個項目如果是得到落實的話 就已經開始對大陸的經濟產生效益了 比如說要擴充廠房 那些建築材料和建築工人從哪裡來呢 不是台灣送過去的 一樣是用回大陸本身的資源 更何況就是 當南京這個廠房成功擴充了以後 一定是能夠提供更多的就業崗位 當它生產賣得出去的時候 政府又能夠獲取更多的稅收 而且這家工廠 也能夠為大陸培養更多的技術工人 所以對於大陸來說 是百利而無一害的 當然那位漢立剛所寫的文章 就強行說這家台積電在南京的工廠 目的就是為了打擊大陸的半導體產業 這篇文章就反擊了他這個論點了 人家就說 目前國內除了台積電南京廠以外 能夠提供到28納米工藝代工服務的 亦都是只有中芯國際和華雄宏力 雖然看起來 台積電在南京擴產28納米工藝 可能會對於中芯國際和華雄集團等 形成競爭的壓力 但實際上也說 這幾家聚焦的產品類型和客戶群 都有著一定的區格 所以就認為 漢立剛所說的東西是笑話來的 當然你說 擴產28納米製程的時候 是不是會對於大陸半導體的企業產生競爭呢? 一定是加強了競爭的 但是還有兩個因素 漢立剛是沒有在他那篇文章那裡提出來的 第一 就是中國半導體企業本身的競爭能力都是有限的 生產這些晶片的時候 其實很講一件事就叫做良率 雖然大陸擁有了生產28納米製程的技術 這是無用之疑的 大陸是有這個技術的 但是當要去到大規模投產的時候 又是另一個故事 如果良率不足的時候 你不斷生產的東西都是無用的 如果台積電是不去擴充營業的時候 依靠大陸自身的半導體工廠 能不能夠在提升產能的同時 保持著良率呢? 這件事都相當關鍵的 你說人家走去搶你生意嘛 捏住你那個發展的空間嘛 那你自己發展能否發展得到呢? 這件事漢立剛就沒有解說的 第二個問題就是 就算台積電不在南京擴充生產 這個世界這麼大 它一樣可以走去其他地方投資 如果是這樣的時候 還更加之差 本來那家工廠開在中國的 能夠創造就業崗位 培訓機會 創造到地方政府的稅收 若然他不去的時候 只會讓大陸有損失 沒有什麼賺到的 所以這個漢立剛所寫的東西 有些人就批評說他是 低級紅高級黑 我覺得不奇怪 他是誤導了很多的小粉紅 其實那些小粉紅沒有的 看到他寫的東西夠激 貌似相當愛國 那就去追捧他 但是這幫人其實就是盲動的 還有一件事很重要的就是 大家都知道 台積電就是冰家必爭之地 既然是這樣的時候 如果台積電願意在大陸 投入更多的資源 去擴充生產 哪怕他只不過是生產一些 相對落後的製程的晶片也好 那麼他起碼真的扔了一塊大錢 去中國投資 在中國的角度來說 香港肯定是一件好事 起碼對於台積電 又有多些東西渣渣 一旦跟台積電有些爭執的時候 台積電設在大陸的廠房 就變成了大陸手上的籌碼 所以作為小粉紅的時候 怎會去追捧 就是港項鴨江所說的 不斷罵到人家狗血臨頭 其實你也應該看台積電 將更多在台灣的生產線 搬過去大陸 這樣的時候 你又多些東西拿手了 不是這樣想才對嗎? 不斷人扯又有用嗎? 好了 就算被你當是趕了台積電扯了 剩下全部都是中國自身的半導體企業了 你自己又能夠發展到多少? 經常都說自主研發 就算是華為的老闆 他自己也說中國的晶片落後美國十年 你怎麼追呢? 追不及的時候 就一直追,一直有台積電去開廠 最好它越開越多 那桿越踩越深 就不能自拔 我以為這樣想才對 原來不是的 對於有些人來說 趨勁了 接下來我們就看看另一宗消息 就是美國基金巨頭先鋒集團 宣布要撤離中國 根據彭博社的報導所說 先鋒集團在一個視像會議當中公佈了這個消息 有十多名員工立即被解僱 先鋒集團的高層 他們的低成本模式在中國似乎是行不通的 而且其中一個最重要的問題 就是關於大陸的法律制度 雖然大陸就宣稱 是為外國的基金牌照打開了大門 但是對於外國企業的要求 就越來越嚴格 大陸的監管機構在去年11月 就要求副達投資 和紐百格百萬 要承諾 在他們申請許可證的時候 提供流動性支持 這件事就引起了先鋒集團 對於要額外資本成本的擔憂 當然如果是要提供更多流動性支持 即是要投入更多的資金 現在顯然先鋒集團 不想再投入那麼多資金在大陸這個市場 所以 就決定拜拜 當然 大陸自從 在2001年加入世貿組織以後 也承諾了說要開放若干市場 當然現在 比如說在基金市場上 又真的開放了 但是 裏面就有很多的規限 當然 大陸開放得讓你去參與 玩完一份的時候 他怎麼會這麼輕易 沒有所防備才行 想到一定是設置了不少的限制 那些華爾街的大企業 一味就想著 在中國賺好 經過了20年以後 到底 是中國賺美國的好處 還是美國賺中國的好處 先說到這裏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